为了提升对语文书写的兴趣 加强学子的语文能力 秀林乡公所每年固定举办国语文竞赛 竞赛项目包含朗读、演说、作文、书法、金字形等11项国语文竞赛 许多学校校长亲自带队参加 加上指导老师与亲友团的助阵 胜场相当热闹 秀林乡国语文竞赛 并且在秀林国小热情登场比赛当中 学生们展现琴时的努力以及成果 用语调以及手势丰富朗读演说的内容 而评审文也是吸引着聆听学生们的表现 并且针对词、断、句等进行评议 尤其是像阿美族语以及泰国族语当中采用的谚语 而那些谚语里面背后都附有含义 如果能够运用在演说当中就能够加分许多 现在我们所有现在各个学校的老师都非常重视 不管是主流交易也好 文化的教育也好 其实原乡的老师都非常辛苦 因为他们都要重视这个主流教育跟文化教育的一些学习 所以在这里 公所代表所有的乡亲 跟在校的校长以及老师 说声谢谢你们 因为非常多的工作 真的是一直跟学校这里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沟通跟结合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到更多 尤其在文化领域的部分 可以适时透过教育学习的时间 老师都会不时的融入一些文化的一些概念进去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前的一些警惕 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文化不知道会到哪里去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非常谢谢在座的多位老师以及校长 这几年长年的努力 公所这几年我们也是为了文化的工作 一直努力的学习 不同的声音以及经验 最重要就是要结合在地部落的一些起劳 以及文化工作者 还有我们各位校长老师的一些建议 一直步步的发展 一直步步的进步 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谢 学习校长我们可以表示 学习校公所非常重视文化以及教育的工作 每年都会办理各项文化以及教育的培植计划 就是期盼能够培育更多部落的清零学者们 将来进入社会之后成为民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最后感谢今天所有比赛的小朋友们 以及校长老师 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这次参与语文竞赛为本乡辖内12间小学 选手总计都是七名 分别参与太陆克族语朗读 阿美族语朗读 太陆克族情境式演说 国语演说 国语朗读 字音字形写字 以及作文等竞赛 现在我们可以表示 大家如果在准备过程当中 学习到相关语文以及知识 并且比去年的志气还要更好 那就是同学们最宝贵的收获 记得喜欢学习的 都实际上 找不到